大家好,我是Ronnie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2号 星期二 我们知道在3月份 任天堂这家公司 在他们自家的主机Switch上 推出了一款爆款游戏 叫动物森友会 也就是Animal Crossing New Horizons 这个游戏现在已经卖出了 好像是超过1340万份 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好像是已经成为Switch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平台上的最高销量了 Ronnie最近也是玩了几天这个游戏 觉得的确是一个蛮不错的 Ronnie其实是一个重度游戏玩家 某种意义上讲 甚至可以说我是算是为了玩游戏 放弃了IMO的机会 就是国际输球奥林匹克 我是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奥数的 当然这个就是很复杂的故事了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 但是可能后面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继续玩这个游戏 而且我目前来说是借的别人的这个游戏机去玩的 所以说可能也没法和大家加好友了 很遗憾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这个 在这个动物森友会这个游戏里呢 能够交给我们的这个投资 以及这个理财知识 我也是被一篇文章这个启发的灵感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学到的就是要做好预算 就是build a budget 我们知道在动物森友会里 它的这个货币叫bells 你如果在这个游戏里很任性呢 做一个月光族的话 你会很麻烦的 因为有一些可能特别好的一些这个我们叫家具啊 是很贵的 比如说有一款washer 好像就是要这个76000这个bells 你如果想要它 而你又没准备好这个钱的话 那你碰见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买 这个是非常非常遗憾的 更不用说你在后面的建筑 像这个Zenbridge要228000bells 关于这个中文到底叫什么 我不太清楚啊 不好意思 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一样 比如说你觉得你想买一部车 或者你觉得你比如说未来的一年之内 可能有买车的可能性 或者是其他花销的可能性 你一定要做一个预先的计划 比如说特别的来说 就不要把所有的资金都放到股市里 这个样子 那Ronnie的情况因为比较特殊 我目前来说 就基本上不给自己留什么闲钱 主要是我也和大家透露一个我的计划 我准备在下一个学年尝试一下住车里 我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在这个YouTube上看到 有这样的一群人是住在车里的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酷 一方面它是一个比较简约的这样的一个苦行僧般的生活方式 而且在车里也比较相对上是一个自由的感觉 而且我们像现在说这个去中心化 你如果住车里的话怎么样 你的住址也是去中心化的 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思维 那最后一个就是因为我的年龄也在不断的增长 而且Ronnie其实是一个比较重家庭的人 我希望以后我能与这个我的父母 甚至是我这个另一半的父母一起生活在这个同一个house里 这不得不要批评一下美国 美国也绝对不是什么都好 美国这个把家里老人放到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行为 我是非常非常反对的 不只是一种孝不孝顺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生活在一起 也是跟经济节省生活成本 而且我觉得家有一老儒有一宝 这个长辈的一些生活经验什么的 我觉得或多或少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财富 而且我觉得大家一起生活 理论上讲我觉得处理的好的情况下 大家应该会更多的快乐 这个我对美国的这个养老院 我个人也是去过美国的养老院的 真的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场景的话 你心情不会太好的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我有了这个另一半 或者是后面结婚以后 我基本上就不可能再有这种 像这个bachelor这样的一个机会再去住车里了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这辈子想体验一次 所以说我下学期准备住车里 但因此我基本上花销应该是很低的 因此我觉得我的钱可能基本上可以拿去了都做投资 或者是怎么样 而且如果真的是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情 实在不行就求助这个父母 虽然我还是想尽量独立的 但是有时候也要这个头脑灵活一些 当然还是话说回来 又跑题了 就是一定要做好一个budget 甚至是最好能做一个每个月的像你的这个花销 还有这个预计支出等等等等 来去检视你的钱都花在哪里了 包括你的投资也是一样 你最好把你的每笔投资都记账 包括盈亏状况 当然了现在这个情况可能可以不用用笔 你可以用电子的方式 那这就是第一个建议就是build a budget 那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自控力 这个其实是紧接的这个budget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放弃很多我们喜欢的东西 因为这个世界上资源是有限的 那像在这个动物森友会里有的是很贵的 那么就算你想买或者你一定准备要买 你到底是先去比如拿这个钱去投资这个turnips 还是去先还房贷 还是说现在就买 这个是要我们仔细考量的 这方面Ronnie自觉的做的还不错 因为我其实以前是一个挺 也不能说消费主义 就是我心情不好就愿意去花钱 就去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默默的打开Amazon 但是我已经好久没有上Amazon了 就是现在来说 基本上除了生活必须的这个Ronnie 什么都不买了 包括一些这个T恤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很多T恤都是免费拿的 衣服我现在都很少买了 当你真正的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以后 你就不会再去想希望通过这个花钱去获得这个快感 还有这个成就感和满足感 我个人的一个心得就是多培养一些这个不需要这个钱的娱乐 比如说这个对于特别是对于股市来说的就是下围棋 我觉得是很好的 以及一些体育运动我觉得都很不错 那关于体育运动呢 我很喜欢打棒球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最推荐大家学习的还是这个gymnastics 就是这个体操 因为体操就相当于是这个科学里的数学 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 当你慢慢的养成了很多这种不需要花钱的兴趣爱好 你从中获得快感以后呢 根据我个人经验你就慢慢慢慢的就是能从这种消费主义中走出来 因为说真的 我个人之前来说 有那么一点点是算是败家子的感觉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算是慢慢走出来了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要知道你的这个劳动成本或者说时间成本 这是一个很基础的经济学概念 但是对于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经常会忽视 就比如说假如你的这个岛是一个苹果的岛 那你在你岛上卖苹果就是100块钱一个 但是你如果把20个苹果做出一个这个苹果的这个wallpaper 那这个wallpaper就值4000 那么就相当于是你的这个劳动让这个过程翻倍 这就是劳动的价值 特别像在美国 因为人工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说很多可能我们都需要去自己做去省钱 当然了这个还是需要去衡量 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说有一定危险性也好 或者实在是太麻烦了 这个简单来说 我们就可以与我们自己的这个时薪去这个比较 到底值不值 但是一定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动 我们的labor还有这个time都是值钱的 那同时怎么样 就是当别人因为你他付出了一些这个劳动也好 或者时间也好 我们要知道这个感恩也好 或者是说要知道这个付出的价值 比如说一个实心100美元的人等了你10分钟 他就相当于怎么样 就是无偿的给了你16.67美元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心里要有数 不要是太把一切都take for granted 那第四个我们叫什么 叫declutter your life 就是给生活做减法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动物森友会这个游戏里 有太多太多的家具装饰品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你要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都需要他们 我觉得大多数情况真的不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多了反而会显得比较乱 而且根据这个游戏的规定 你如果把这些家具摆到这个室外的话 是要降你这个岛的评级分数的 所以说也不建议这样做 那就要做减法 比如说你要把你不用的一些家具 就去拿去卖掉 或者是与这个小动物们交换 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 比如说真的是只有到你搬家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你的东西有多么多 我是深有体会 所以我现在就尽量希望自己的东西少 其实我父母好几年前就和我说 就是说少买东西 花钱是一方面 主要是你这个搬家或者很麻烦 或者让你很乱 现在我确实觉得是深以为然 所以我尽量不买能够占地方的东西 因为实在是大家懂的 我们倒不一定说一定是那种极简主义 那种日式风格 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说 你比如说无论是我觉得是中国和美国 包括像台湾东南亚这些地区 还算是相对而言生活比较富足的 也就是说我们总体来说是一个overflow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要给生活做减法 这是很重要的 包括对你的工作学习的目标 以及人生的规划 有时候可能也要做减法 想做的太多 可能反而会让你什么都做不成 那么在现实世界 你可以比如说就去卖二手东西 对吧搞一个yarsel 甚至是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去捐出去 像有些goo wheels对吧 这种捐二手衣服的等等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不是说可能我也要在下一学年去住到车里吗 尽管我的东西不算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一个车也是装不下的 所以可能到时候我也要捐一些 那下一个我们不得不说的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动物森友会 他最神奇的是 他自己内置了一个类似期货的交易市场 就是关于这个turnips的 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还看到一篇帖子 去认真的去分析这个turnips的价格 搞的就像我看到seekingalpha上的博文一样 非常非常的专业 非常非常的有趣 尽管我们说现在很多 我看到大家都有这种办法 就是找好友 或者是找一些人 让你去上导去卖到高价 其实是有一种cheating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不考虑这个的话 那么本身这就是一个投机活动 那么投机活动的特点 就是高风险也是高收益 比如说就像我们买moderna 或者买zoom的股票 的确观众也说 我可以少买一些 我的确想想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目前来说 我的投资策略或者哲学来说 也是比较倾向于中低风险的 我觉得我没有巴菲特那么稳健 但是我可能还是算偏保守的 可能尤其像我这么年轻的情况下来说 因为我猜想可能年轻的投资者 更容易去all in一些东西 在这个游戏里它特别有意思的 你像turnips如果到了一定时间 你还没有卖还会烂掉 就像一文不值 就像我们期货要到交割日了 对吧 你要是不去交割 但是我们都没有能力交割 对吧 那只能就是这个价格就几乎是零 就像我们之前的原油一模一样 所以说这个游戏又告诉我们投机 这个也是高风险高回报的 并且而且是真的 你如果去学习金融市场 你是可以学到一定知识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篇博文一样 它好像做的这个pattern做的非常的棒 当然了那是因为它背后有程序 真实的这个市场是更复杂的 没这么简单 一定要还是心有敬畏的 那第六个就要说一下 这个相对而言 这个投机的高风险高回报 这个动物森友会里 也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稳定 但是回报很低的这个 你说投资理财内容 就是存款 并且它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好多事情是好巧的 因为它是想鼓励大家去消费 它把这个利率刚刚在4月份 从0.5%降到了0.05% 简直就像Fed降息一样 这个我觉得太有趣了这些巧合 好搞笑的 那么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 虽然说我们说要投资股票 这个长期来看是一般来说 一般人能做到的 这个最高回报率的这个理财选项 像但是像存款或者说债券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当然了在现在这个超低利率的情况下 就像你这个0.05% 这个在游戏里的利率 你大概率就不想去存钱了 没什么意思嘛 你就都拿在手里 就拿现金就好了 现在买美债也不是很划算 但是在一个平常时间 或者说我们以一个长期观点来看 我认为这个债券呀什么的 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 或者说我认为 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组成部分 很多大公司 比如说像这个Berkshire Hathaway 他说手里握着这个 1000多亿美元的现金 很大一个比例就是美国的债券 并不是真的这个美元 当然了关于这个利率问题 最近又在这个炒这个负利率 我个人是完全同意巴菲特的观点 因为这个巴菲特在他的这个股东年会上就提到了 他认为是不可能负利率的 我觉得巴菲特虽然这个最近的一两年 这个股市的表现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连这个负利率 这个事情都看不准的话 那他真的是老了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应该还能看得准 也就是美元不会负利率 他的理由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如果一个货币负利率 那么人们做的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欠钱 也就是去借钱 他的原话是什么 好像就是你最应该有的就是debt 就是那个债务 因为这个负利率 有一些比如说欧洲的国家或者日本 他可以这个负利率 但是美国作为一个这个国际的主流货币 总结算的话 他经不起所有人都借钱 所以我觉得我不认为会负利率 而且现在来看美国的股市已然稳住 我觉得用不上这么极端的策略 而且你可以通过QE 你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这个利率来拉动 或者是一些政策等等等等 对吧 动物森友会交给我们的这个第七个 也是最后一个道理 我们英文有句话叫 last but not least 这个绝对是not least 甚至我认为可能是最重要的 就是钱不能买一切 在动物森友会里 你与这个小动物是有这个情感关系的 有羁绊的 你要去多与它聊天 多与它互动 这个和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并且在你送给它礼物的时候 大概率它还会回礼 那这种感觉是让你觉得这个游戏特别有生活化 这个每一个小动物是活生生的人 它的这个脚本也非常丰富 就不会让你看到经常重复的对话 也就是你与这些小动物的友情互动 乃至你的记忆是金钱买不到的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 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用钱买到的 或者是无价的 比如说你上中学时候 这个父母送给你的这个MP3 又或者是你谈恋爱时候 这个另一半给你写的信 这些都是无价的 也是钱买不来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能用钱来买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动物森友会 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 关于金钱关的一课 Cash is king But not everything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也就是动物森友会 教给我们的关于金钱关的期节课 因为视频长度问题 我预感到应该是今天没有办法 再去讲这个游戏公司的股票的问题了 那就大概率放到明天吧 我是比较关注四家公司 别的公司我应该是不会讲的 就是Nintendo 任天堂 动视暴雪 Activision 还有就是EA 美国的E店 另外就是这个Tik2 也就是做这个GTA的那家公司 其他的我觉得我都没什么想聊的 明天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我大概率会聊一聊那四家公司 以及那四家公司的游戏 不要忘记点赞以及订阅 如果有什么想法以及问题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就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